可是就在两个月前 他无意间在妻子的包中 找到了铁证 这一次 他再也无法假装原谅 我在他包里发现了机身用性 一个外壳 只有这指甲这么大一点 我会蠢到这一步吗 要不你就在我包里收到一盒 也还可以解释 要不就收到一个 也可以解释 范歇正觉得 自己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而这段婚姻 也算走到了尽头 所以事发后不久 他就跟妻子 去办理离婚手续 把离婚协议交到 那个办事人的手里 办事人员说 你们这个离婚协议没有洗好 我们不能跟你办 这个小插曲 让离婚事宜耽搁搁了下来 但是两人的心结一直未解 那么范女士为何总是深陷 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 怀疑事件中呢 委屈的范女士决定 从最近的一个怀疑对象 开始控诉 试图让大家了解 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而是丈夫实在太脱心 上次我们这个同事过生日的时候吧 他就开始怀疑了 他为什么就怀疑这个人呢 因为我身边现在目前认识的男的只有这个呀 同事就这一个男性 对 只要我身边有男性 他都是他怀疑你的对象 这是最后 现在闹得最凶的 就是为这个 他们这个整个店嘛 整个公司嘛 有一个群 他们是在一个群里打麻将 有一天我在他的手机上看到 看到一个聊天的记录 其他的没有了 就剩下他跟 就是那个 他说的这个同事了嘛 有两句对话 他跟那个男的说 在群里 不要乱说 然后那个男的回 他是这样说的回的 现在不是在群里啊 其他的内容删掉了 这一次出去玩就升级了 我们几个人也一起去外面野炊 我们六个女生 一个男生 我也气了 气了之后 我还发位置给他了 我还发我们的图片给他了 发视频给他了 我说我们在哪里哪里玩 然后他说我也要来 我今天就是上来会会他的 但他这口气就很不好了 我就怕他会打人家 找人家的麻烦 我就先跟他说了 但他不听 一上去就跟人家灌酒 我们同事都是一头雾水 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是什么原因 只知道他一上去就灌人家酒 就看出有点猫腻来了 平时也听我说他有点小气 然后警戒着 他撇开我们几个女同事 姑且那个男的同事 就往山上走 我们就吓着了 我说要是什么事也没有 你且去打人 去闹出事来 我怎么办呢 我这脸放在哪里啊 我就让我们女同事上去 就欠了 把他拉回来了 回来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这次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没法 这里没法和你过了 我也没有什么和你说的了 我就说直接雷了吧 再说我跟他将谈离婚 他失火麻烦 他说你为了这个男人 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不要孩子了吗 我说我不是为了每个男人 我是为了我的尊严 邱女士认为 事情演变到现在 已经是一场尊严之战 她觉得很心累 丈夫的怀疑 总是一触即发 让她无法避免 也无法防备